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来欢迎来到民主政线 那么现在我们啊非常具有这个啊书身气息的 这个啊台湾啊这一名大学教授啊科匹被当庭逮捕了 我昨天就说了这个民众党要保不住了啊要被解散掉了 因为你的票仓本身就是啊赖清德的票仓是民进党的票仓 你把那个票仓弄了啊把本省人的把本省人给团结过来 这个你的这个麾下啊不喜欢绿的但是又不喜欢蓝的 选你白的啊你肯定想当一个综合剂但是你不站队 对吧本来你蓝白配站了队你当一个台湾地区副领导人也就得了 啊哭鼻子抱着母亲啊抱头痛哭啊不是个大老爷们儿啊哪一个搞政治人天天在镜头前哭鼻子抱着母亲抱头乱乱哭的陪母亲吃饭啊拍照片弄出来 好像像个大孝子一样的啊不都是说逢中必反吗逢中必反那孝文化是中国中国传统文化 那你要去装这个逼干啥呢对不对啊然后现在 柯文哲被当庭逮捕据台湾中时新闻网8月31日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于台北市长任内卷入京华城闭案 台北地检署30日已早兵分弃路 搜索便约谈柯文哲等人 据了解柯文哲移送北警复训后30日提出拒绝夜间征讯 并对警察官呛声请当庭逮捕我 简单官立即开会后决定当庭逮捕 后续柯会向法院申请提审 据悉30日的征讯重点 全围绕大木可公司政治现金部分 据报道柯文哲委任律师郑申源表示 30日一整天询问内容都围绕在 政治现金 尚未问到净华城头 而净华城案部分 但一时间太晚 柯文哲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询问 应要主张拒绝夜间审讯 报道称 北京表示 检察官于31日凌晨对柯文哲审讯过程中 被告表示不愿继续接受审讯 欲禁欲离开侦察庭 检察官小玉柯文哲得先休息后再接受审讯 能遭柯文哲拒绝 经审着柯文哲涉贪污犯罪嫌疑重大 其有事实足任有勾篡共犯及证人之余 倘若柯文哲尚未完成征讯程序 即任自自由离去 将使案情毁暗不明之风 显骤身而妨碍侦察目的 故检察官依规定当性逮捕 并告示相关权利交付逮捕通知书 和柯文哲及辩护人表示 提审权 目前程序进行中 哎呀说白了 赵高对付李斯的这个办法 那赖清德是赵高 用这个法子来对付这个 自诩为李斯的 这个笔尖 蒋经国的 这么这个柯文哲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一张照片啊 就是我封面放的这张照片 柯文哲这个面部表情 他一点都不劳练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客 因为他明显的 他这个照片上面 他很慌乱 一个慌乱的政客 他是个合格的政客吗 一个老辣的政客 你有这种表情 就说明你的表情管理不到位 你喜行于色了 你做不到喜行不言于色 但是你这种表情出来以后 就是你有点六神无主 有一点快要哭鼻子了 这个点他要跟美国那些政客学一学 人家有什么这种事情 反倒是把这种事情 在现场表现得很牛逼 很屌像什么川普不是被羁押了 对吧 表现得非常屌非常牛逼 反而把这种事情 向公众懂得大众传播学 向公众表明 我他妈是不是能他妈整了 是不是能他妈恶意陷害 恶意栽赃 还他妈能弄个反转票 他他妈给这个柯文哲 这个人真的是没见过如此格局 如此之小的人 格局如此之小 又如此建立妄议之小人 这个人是真的我很不喜欢这个人 虽然说他跟大陆相关部门 可能是因为他现在 什么这个 基建的这个什么事情 金华尘案 这个什么软逼事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政治现金 重点就是 说他收了大陆的统战费 大陆的统战费 因为这个小小沈嘛 然后还跟什么张安乐 他们这些人是 是一次在一起的 这个里面事情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只是说 网上都是这么讲 我只是复述一遍 然后收了这个大陆的 这个红包 那么刚才有个 这个台湾的一个 民进党的 民进党的一个 我微信里面的一个好友 他告诉我 他说 其实这个就是北京啊 插手了 其实当时 在他们民进党内部 也很有危机感 认为呢 这个郭台铭和柯文哲的 这个搭配 这个搭配是 呼声是最高的 就是台湾各方势力 都比较认可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两岸呢 也就直行了 两岸呢 也就直行了 也就是这个 等于说 中华民国的利益 也保证了 柯P呢 他又可以当这个 所谓的副总统 由他呢 来这个搞政策上的事情 郭台铭呢 就相当于这个 泰国的这个赛塔 一样的 让这个柯P的这套理念 在这个台湾 深圳发芽 所以说呢 但是我是持反对意见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央就是插手 搞这个事 太过于着急 搞这个事了 但是站在我的立场 我认为 我是支持赖清德 我是支持赖清德 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而不是省委的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 他如果说真的 像坊间说的那样 当然这个事情 大概率是真的啊 他收了 大陆相关部门的钞票 相关部门 要百万曹公 对吧 衣食父母 是柯P 那么郭台铭 他代表的是 中华民国 的这个集体利益 代表中华民国的 这个集体利益 那么他们这种组合 对两岸的统一来讲 是不利的 所以说 当时我们很多博主 都说 你们台湾人去投 赖清德 啊 很多在台湾的 看我们节目的同胞 都投了赖清德 这个才对 他上去以后 你看两岸现在 什么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状态 对吧 他上 他在台上 国内的假冲势力 他们也不好去 说些什么东西了 而赖清德上台一百天 被习近平打的 弄的 搞的 他都喘不过气来 等于说 他像一只 不听话的一个毛小孩 被习近平抱在大腿上 使劲地打屁股 打了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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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乖乖乖乖乖乖叫 然后这个美国对他的态度 也比较的这个强硬 啊 你要给我来极限操作 一 你不能搞台独 但同时你要对抗大陆 那不搞台独 又要对抗大陆 这给赖清德 其实出了一个难题 然后大陆这边也是给他施压 啊 你敢搞对抗 啊 搞台独啊 我使劲他妈的压你 让你一口气都喘不过来 刚上了台就有一个什么 前后就是这个攻击A这个军演 这个确实让他吓了他妈的 把他给吓坏了 然后再加上 你看这个 把台湾的海巡的这个敲诈勒索的 这个海盗的地盘都给他没收了 然后飞机直接 赖清德到金门去 发表一些B话 B话发表完以后 回到台湾 解放军的战机 侦察机马上就开进桃源 他们也不敢放屁 那就憋了一口恶气 憋了一口恶气 那国民党 他也太大了 你一下吃也吃不了那么多 对吧 你得慢慢的去蚕食 他的地盘 那你柯文哲当时 跟蓝色的还要和 坐在一起 马英九出面 马娘娘出面 那去弄侯友仪 什么郭台铭 什么都都 搞在一起 他妈的 你来吃分我的蛋糕 分我的票仓 不同意在我的麾下 你个他妈臭教书的 那同样是 就是说台湾的中产阶级 跟大陆的中产阶级 主要就是以这些公务员 医生 教师来构成 那你教师 你是拿笔杆子的 你当然干不过拿手术刀的医生 赖清德 他是医生 你跟他搞 你当然搞过他 你他妈的只有一个臭酸腐纹人的 那种他妈的梗印 梗印 那赖清德 他是学医的 他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给你的杯子里面下点药 给你身上给你打一支麻醉剂 然后你昏迷了 你刻意昏迷了 赖清德拿手术刀 把你药子给你嘎嘎了 眼角膜给你割了 心脏给你掏了 你他妈都不知道 所以说中产阶级里面 最厉害就是医生 那任何一个医生当中产 那是得最标配的 他有这门手艺 他就能够当这个中产 而不是你做些什么生意的 今天经济形势再不好 他医生 只要他动手术 只要他还会有这门手艺 到哪 他都能够成为中产 所以说你都是这个 反动势力这个阶层 你教师就是干不过医生 那他又是用赵高的手段 来打你里斯 当然用这些中国的牛逼的历史人物 去比喻他们这几只小虾米 也有点不够恰当 但这种比喻 还是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 把那小子给打了 你爱哭鼻子 又特别傲 但手脚又不干净 不打你打谁 赖清德被习近平打 习近平是锤子 赖清德是钉子 你克皮就是板子 锤子钉子板子 那钉子敲你 扎你 使劲敲你 扎你 板子就裂开了 你这个党也就叫你完蛋 所以说他不会玩政治游戏 他去弄民进党的票仓 天然的就让民进党不爽 就要弄死你这个逼货 你不归顺也就算了 你另立一个山头也就算了 你他妈的还跟蓝的去合作 差一点点 这个民进党的这个 这个谢明就告诉我 他说差一点点 他说那时候 他说赖清德什么都很害怕的 要是他们蓝白配上了 那他妈的 他这个压力是巨大的 370万票 对吧 他一进来一搅局 半路杀出了陈咬金 这事有的时候不太好办 本来都是势均力敌的 但这个克皮耍小心眼 功于心机 过度算计 小巴拉兹 不懂事 看不清楚情势 文人来当官 教书将来当官 你当的好吗 当不好的 你不实行 台湾政坛是要使用流氓手段的 不然的话 那个民 这个民进党养那么多黑道 人家还给你来流氓手段 把你弄没了 你能怎么样 台湾司法他们这帮律师控制的 对不对 他们这帮律师来控制 你看那个他妈的 陈时中 对吧 当所谓卫副部长 把台湾搞得像头屎一样的 不是照样他妈升官发财 对吧 人家帮亲不帮你 你科匹 就是被他们给他们摁在地上摩擦的 蓝的也不会帮你 你他妈当中耍了他们 谈了那么久 你最终他妈耍了他们 所以我说台人 他就他妈的靠不住就不靠谱 每个大陆人 或者台湾的有识之士 你们去习惯性的用目光注视一些台人 他们的眼神里面充满的背叛 你去看日本的人的眼神 都像千眼睁一那样的 像刀子一样的 就是什么狼子野心 很多鬼子都是那种眼神 上次不是有个博主在商场里面问一个 日本老头 你看弄河废水怎么弄 那老头问你哪里来的 他说我中国来的 他说你滚回去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 他那两个眼睛 就跟千一之一那种眼睛差不多 都是狼子野心那种眼睛 而台人的那个眼神 我观察过很多台人 贼美鼠眼 永远都在为自己的利益 在这里树木寸光 皮尔利加十块钱不肯放 他们的眼神充满了背叛者的痕迹 所以台人很容易 他们会因为什么 像我们大陆人格局都比较大 我不会因为看不爽你这个人 去跟你去搞你 或者说我欣赏你这个人 我去帮你 不是的 在利益上面 你不是我的垫脚石 我不会因为个人感情看不惯你 而去搞你 一切都是生意 台人不是的 台人会因为 我看不惯你这个人 我不喜欢你这个人 你的妞比我好 比我找的妞好看 你的这个妞我想上 他妈被你霸占了 我看不惯你 我就搞你 我就阴你 我就算计你 他们是这种东西 一点都不上台面的 一点都不上台面的 谢谢各位支持